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二个叫设善法界 第三个叫做摇抑众生界 或叫做饶抑友情界 设意履仪界里面呢 我们用蜡烛做代表 你也可以想一想 什么样的状况下会让你看到像设律仪界 如果没有讲义的请举手 工作人员会帮助你 那工作人员如果发完以后 请可以就座 你也可以专心听经 摄律仪界有时候在南传佛教里 是非常重视的 举方说 看到出家人 他必须在很远的地方 就必须顶礼 然后先常跪 然后慢慢跪着走到前面 再顶礼 在南传佛教里面呢 他供养出家人 要拿一个盘子 上面挂一个布 不管你是供养水果或是食物或是金钱 你会供养 那出家人呢 他不可以支持经营界 所以他会拉着那块布 拉到他的面前 然后为你诵经 祈福 然后你再离开 离开的时候 不可以转过来 屁股对着师父 然后呢 是往后退 然后呢 站起来 这样往后走 这是南传很重视戒律的地方 我觉得很好 有些地方 虽然我们学大乘佛法 可是摄律一戒 是很重要的 在世间都会说 男女瘦瘦不轻 摄律一戒 你心中若有戒体的话呢 你会懂得保护自己 也尊重别人 至于在大乘里 我常常会遇到老菩萨 然后呢 拿着红包 叔父啊 我共用力哦 我共用力哦 这是很 embarrassed的 供养不是这样子供养的 你要有很恭敬的心 你也不可以碰到师父 以戒律来讲 有曾经一个非佛教徒问我说 你们师父是不是不能碰啊 一碰就破功是吗 我说 没有什么破功不破功 而是对于戒法的尊重 所以这个很重要 所以你要恭敬师父 你要供养师父 你要看时间 常常有时候呢 脸友们呢 要有智慧选择 你供养师父 你应该可以问 师父你现在忙吗 假如他很忙 你就不要去 因为不好的因缘 也会变成呢 在忙的时候 也会变成不好的因缘 比方说 假如我刚吃完饭 我更要上厕所 你却要供养我 人有三级啊 你总可以让我上完厕所 再来供养我吧 所以我觉得 你可以问 友善地问 师父你忙吗 他说很忙 你就选其他的时间 这是对大乘这个的 这个恭敬 社律一介里面 很重要 注意哈 男女受受不轻 所以在出家众里面 一般人啊 在我们东方文化里 或是佛教徒 我看到人都是合掌的 但是现在在西方文化里 不一样 看到人啊 合掌 有些国家不太礼貌 你要握手 握手可以 但注意要自己的念头 现在不管是台湾 东南亚的国家 比丘跟比丘尼 比较严格持戒的人 他不会跟你握手 他一定合掌 像泰国人不是吗 Sawadika 对不对 Kapunka 对不对 就是这样 要合掌 合掌是一种最恭敬的 把你的身心收摄 散乱心变成一 而对人礼敬 这是一个很好的文化 可是文化现在开放了 社会也进步 所以我也在国外受教育 我们看到教授 或看到别人 不握手 这是很不礼貌的 但是你在握手的时候 注意听 要注意自己的念头 这叫社律一介 你不能因为握手 哎呀 他的皮肤好白啊 手好软啊 那你就起 行动念了 不可以 知道吗 不要没有呢 奇怪 他的手怎么这么粗啊 做苦工的 你不可以这样 所以你的念头很重要 来自于 我可以告诉你 当你社律一介 清静的时候 你自然就会有戒体 保护自己 怎么说 举个例子 我们在台湾 也有MRT 像我坐结院的时候 我习惯 我是一个和尚 和尚命 我习惯我都会跟人家隔一隔 不管前面是女生或男生 我都会有隔一隔 对不对 免得他踩到我啊 或撞到他 对不对 所以在坐公车的时候呢 如果严格的话 我会尽量的呢 会坐在男生旁边 对 除非呢 不得已 我也尽量不会让女众坐在旁边 在男传的话 女众是绝对不可以坐师父旁边 假如你是一个佛教徒 那现在有个问题 进电梯怎么办 要有智慧 假如你是看到男传法师的话 你应该先让师父进去 不管你是男众女众 先让师父上电梯嘛 那大乘就比较慈悲 若是男众的话 那你就跟一起上 若他是一个比丘尼 你还是先让师父进去 为什么呢 因为呢 佛曾经治见呢 男女不可以在同一个空间 所以严格的说 自己的心 亲近比较重要 那有时候我坐电梯啊 人家赶着上课 我就会说 没有关系请进来 但是呢 你不要呢 很粗鲁的去撞到师父 这是不礼貌的 还有 那现在有个问题 那请问我们现在去坐taxi呢 那要不要坐同一部车呢 假如是男传佛教的法师 听好 你宁愿不要省钱 师父就做一步 男众跟他做一步 女众就应该分开 为什么 你尊重人的戒法 保护自己 也尊重别人 这是很重要 戒比钱还要重要 那如果大乘呢 不得已怎么办 比如说有时候 我跟我的学生 一定要出去办事怎么办 我做前面 女众做后面 知道吗 要分开 不要呢 这个有些人不懂礼貌啊 对吧 师父 我给你挤一下 可以休息 你干嘛 甚至我可以告诉你 我实在不得已 我到国外的时候 因为有些不是佛教徒 他一定要跟我 坐在一起的时候 我会故意把我的身带 放在我跟他的中间 你也不要说 那也要让人家觉得 很难过 知道吗 所以十戒 摄律一戒 是要有智慧的 最重要是 你的心要清静 因为摄律一戒的关系 所以佛法现代化以后 佛弟子是可以唱歌的 因为大乘里面 在《华言经》跟《法华经》 佛呢 讲经的时候 天女啊 就有散天花 月天曼陀罗花 用各种祭月来赞叹佛 甚至你会看到 天女会跳舞 但是以人间来说 我曾经在国外念书的时候 我有一个很好的朋友 在Sweetsland 欧洲的 Sweetsland 他呢 跟我非常非常好 他是女众 但他比我大 我觉得我们两个 就像兄弟姐妹一样 他不相信佛教 但是他很喜欢跟我做朋友 有一天他生日了 我当什么 我当DJ啊 放各种音乐给他听 从世间的音乐 放到佛教音乐 后来放到禅修的音乐 他非常高兴 可是他是一个舞蹈高手 他在一场舞蹈当中 他一个一跳啊 全场人都看他跳舞 他是受过训练的 但是呢 他有一个要求 我的英文名字叫Harrison 不过我不叫做Harrison Ford Harrison Ford 是美国电影明星 可是呢 他就跟我讲 Harrison 今天是我生日 你要破例跟我跳舞 我说不可以 我说我可以为你唱歌 为你准备生日 可是我绝对不可以 他说为什么 我说我是佛教的戒律 我说个笑话 假如一跳舞的话 你我都很危险啊 为什么 人接触的时候 你会产生妄念 所以我觉得佛教 再怎么进步 可以有歌唱会 演唱会 但是你会觉得 佛教还是不太能接受 狂欢的舞会 为什么 众生狂欢嘛 Crazy Party Everybody will be crazy 所以狂欢的舞会以后呢 他就会失去理智 什么事情都会做出来的 所以佛教在舍律一介里面 是不可以接触别人的身体 为什么 凡夫是很敏感的 眼耳鼻舌生意 你如果是跳舞的话 身跟一接触啊 六跟你都会破戒的 所以我觉得 这个不是说佛教 不开明 不现代化 所以看到师父 应该最好的方法是合掌 但是我若知道你是外国人的话 我就会跟你握手 我会跟男生握手 女众的话 我还是跟你合掌 比较好 对不对 免得你自己会打妄想 这社律一介很重要 常常呢 心中像蜡烛一样 要预防外面的风 把蜡烛给吹洗 这是复习昨天讲的 因为昨天有些连友很忙 没有来 社善法界 请看幻灯片 这是台湾台北市101的大楼 是说在黑暗当中 你可以作为众生的灯塔 世出世间的善法 你都应该去学习 去帮助别人 累积自己的资粮 第三个 饶意众生界 就是菩萨像 皎洁的月亮一样 千江有水 千江月 好 请看祭颂 在三十七页 第十一行 看四十八颂 饶意众生界 请看经文 各位都有讲义 所以我直接白话翻译 节省时间 若父天人 顿号 阿修罗等 在人世间 即畜生当中 可以度化者 佛菩萨或具有菩萨界的人 都应该擅知 教化方便 把教化两个字画起来 教是教导别人 化是感动别人 有些众生是很难教的 不管是你教自己的小孩 或在学校里面 当老师教学生 或是在公司行号里 去教导你的员工 教是指用语言引导他 化呢 是用行动去感动他 这个叫教化 方便呢 你就是要有智慧 听好 有时候人与人之间相处 会有一些摩擦 我告诉各位 假如你觉得 你不想用语言劝别人 可是你又放弃不了 你的菩萨界 用什么呢 用纸张写的 写的时候 人家看到的时候会感动 为什么呢 因为没有情绪表情 有时候我们脸 自己脸臭臭的 body language不太好 你不笑的时候 人家看你 就觉得像阎罗王一样 所以你不笑 人家也会误会 所以你为了避免一些 语言的误会 或摩擦或争论 你可以用写的 但是我看了新加坡 就在政府部门工作 Just follow the law 我发觉现代人很陌生 就在你隔壁 也不讲 也不写 每天是email CCCC 对不对 你们看过这部片吧 可见呢 人心啊 不太愿意去面对别人 现代科技虽然很方便 大家都用电脑 但是我也很担忧的 年轻人里面喜欢跟物相处 可是却不喜欢跟人相处 这有很多原因 我觉得是因为爸爸妈妈没有教 他很喜欢打电脑 因为电脑是虚幻的世界 大不了电脑当机的时候 他就打一下 叉叉叉 就这样而已 可是呢 他觉得人啊 比电脑还复杂 人呢 他觉得很复杂 所以他并不知道 怎么去跟人沟通 我觉得这个呢 要特别的注意 作为父母 家长 不要亲密赚钱 钱赚多了 孩子失去了 你是终身 是会后悔的 钱是永远不够用的 符合你的生活需求就很好 我们常常说 人想要的东西很多 你真正需要的东西啊 是不太多的 对不对 对不起 以女居士做例子 常常你去shopping shopping 你会发现 你的门口排了二十双鞋子 事实上你只有两只脚啊 那好吗 最多嘛 运动鞋 凉鞋跟皮鞋 三双就够了 第四双鞋 对不对 第四双鞋以后 就应该不湿啊 你为什么 你这么多鞋 同样皮包也是啊 对不对 你说好 代代有不同的功能 有时候下雨了 没有下雨 好吧 再多三个到五个吧 五个以上的皮包 就应该不湿吧 对不对 可是我们人呢 常常是很难的 因为我们呢 佛经讲 欲海难填 欲望像一个无底洞一样 因为你追求很多 你却忽略了真的关心你的家人 关心你的孩子 关心你的兄弟姐妹 所以这里讲 善知教化 顿好方便以 随念往彼利 往彼利益之 随念就是要了解对方的心意 去关怀别人尽量帮助他 四十九 或以布施设受众生 或以爱于入其心意 或付与其安利益 或付与同事助其利 这个祭颂请画一个记号 四十九 这个就是四色法 请把布施画起来 爱于 利他 利他是叫做安隐利 同事把它画起来 这叫做四色法 注意听 布施就是给人家欢喜 我还没有出家之前 我是老师 我出家以后 有一个名字叫 Chocolate Monk 因为我很喜欢 买巧克力给小朋友 我今天又发了巧克力 大朋友小朋友 很多我都发 为什么 我发觉每个众生 当别人突然对我们 很好的时候 我们都会欢喜的 其实每一个人都喜欢 得到礼物的 众生还是希望人家鼓励的 所以你要布施 跟众生结善缘 第二个 爱于 注意听 爱于不是讲巴结别人的话 而是讲真心赞美人家的话 人与人之间都有优点跟缺点 每一个人都不是圣人 有些脸有很奇怪 他戴着眼镜不知道是度数不够 还是老花太深 他总是喜欢去看别人的缺点 那个人不精进 那个人很混 这个人很懈怠 那个不庄严 这个没有威仪 全世界我最庄严 其实这是我执 你应该反过来讲 以华言经讲 看一切众生都有佛性 每一个人都有优点跟缺点 所以修行的人要注意你的嘴巴 不要得理不饶人 总是戳别人的缺点 那这样戳人家的缺点的话 那人家看到你就像鬼一样 当然你人缘就不好 所以你要真心赞叹人家的优点 比如说人家的优点 注意听 有十分 那你赞叹七分 也不要赞得太高 哎呀 You are perfect in the world 好恶心哦 Who can be perfect 没有一个人是圆满的 你说你这个是世界上最完美的 其实没有一个人是完美的 完美是有不同的标准的 但是你应该学着去赞叹别人 赞叹别人听好 也只要说三次就好 不要说太多次 有些人是你讲他一次 他就恶心巴拉 你不要讲吧 有些人呢 你赞叹他一百次 他就说OK Come on Give me more Give me more 再说多一点 再说多一点 所以做菩萨应该赞叹别人 目的爱与是给人家鼓励 跟给人家信心 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脆弱的时候 都需要人家鼓励 那所以你要反省 为什么你孤单的时候 没有人鼓励你 因为你从来没有去鼓励过别人 在联友跟联友之间 你会发现 每一个人的人缘不一样 有些人人缘就非常非常好 有些人他来佛坛 孤单单的一个人来 孤单单一个走 没有人要理他 为什么 因为你呢 有很多原因 第一个你那苦瓜脸 人家怕你 第二个你从来也没有给人家关怀的机会 第三你也从来没有去关怀过别人 佛法讲因缘果报 你要重因 你不要说 哎呀为什么都没有人关怀我 你要反问 你这一生你关怀过多少人呢 你帮助过多少人呢 你想一想 对不对 很有趣的是我这次在海银古寺讲六度波罗蜜 我在打坐的时候 想到我这一生帮过很多很多很多的人 有些人是在国外的 很久也没有联络 但是我突然想到他 哎我就诵经祝福他 所以你要常常想 我们要以真诚心 以爱语去鼓励别人 入其意 就让他的心意成这种深欢喜心 利他 不失爱语 利他同事 利他就是呢 帮助他 但是呢 让他心觉得很安稳 挺好 有时候现在的佛教徒啊 很难做 在这个社会里面 有时候你对人家太好啊 人家会说 哎呀你干嘛对我那么好 你是不是有目的呢 所以对人呢 也要有分寸 不要超过界限 知道吗 所以你要有智慧判断 最后同事助其利 同事呢 是讲现代话来讲 就是跟他一起成长 有苦同丹 有福同享 有难同当 有福同享 所以这是菩萨四色法 饶意众生界很重要 再看 第五十寿 或在人中为其主 或居天众而自在 比比方便引导之 西当安置于白法 就是说 或许你在人群当中 主就是leader 有时候你看一群小朋友 就是有些人他就是领导者 有些人一个在公司航行里 你会发现 一讲起来话 他就很有影响力 就一个团体里面都一个领导者 那菩萨也常常会在一个领导 一个团体当中 做好的领导者 最后一句话 西当安置于白法 白法是指清净的意思 在南传佛教 你如果探泰国或斯里兰卡 或新加坡呢 也有一个斯里兰卡天普 在南传跟斯里兰卡的 这个系统里面 在家居室 进寺庙 要全部都是穿白衣的 不能像各位 但各位是大乘弟子 可是在南传是很坚实严格的 就是一切都要穿白衣 白衣是什么 希望你的心可以清净不染 像白色的莲花 白代表清净不染的意思 然后呢 假如你在天上当中 或居天重呢 你要得到自在 不管在天上或人间 你要常常用各种善巧方便 引导众生 引导众生要走到清净的 清净的正法 接下来再看五十一宋 具足十戒神通固 便能干节于大海 世间尽时火增圣 于刹那寝能灭 于刹那寝能灭 意思说 十戒的人若清净的话 戒定慧嘛 你看不失持戒 持戒清净的人 接下来下一步他要修忍辱 得定 所以持戒的人在定当中 他真的会有神通 这个神通不是外来的 是自在戒定慧修的 有神通的时候呢 重视像大海这样子呢 他都能够转变大海 所以他有他的功德力 大海一刹那之间 他也可以让他变成干枯 或恢复为大海 他说当世间呢 这个业力尽的时候 众生的火很真胜 这里的火是贪生之之火 广义的说就是现在的什么 核子武器战争 国与国之间相互用核子武器战争 你有没有想过 这个国家很奇怪 他不把钱花在教育 医疗或是 其他的社会建设 国与国之间为自己的私利 常常呢就是呢 都在发展武器 所以武器越多的时候 谁也不知道 当地球核爆炸的那一天来的时候 大家都同归于尽了 这里的火真胜是指战争 然后呢 或是各种这个灾难 于刹那之间呢 若有戒定会功德人呢 这些所有的灾难呢 它是可以消灭或逃避的 请看五十二 关于世间种种脑 脑儿生病由厘清 智者有戒通方便 为是亲一是圣道 他说观察于世间呢 所有的众生呢 都有很多很多的苦恼 云云的众生 很多很多的烦恼 这烦恼呢 都是从心啊 产生的疾病而产生的 由于烦恼呢 现在就有很多的疾病 比如说像现在的忧郁症 对不对 然后呢 由离开你的亲疏 亲人的关系 会你感觉孤单寂寞 不然动不动呢 就会觉得人家要杀害我 或是呢 伤害我 这个忧郁症呢 有很多很多原因 我记得我们商业金社 有位干部 有一位他的同修 带他的太太 当我在基金会奖金的时候 他带他来 他说对不起师父 我的太太有忧郁症 他第一句话问我 师父啊 我旁边有没有鬼啊 我说你很正常啊 你旁边没有鬼啊 他说哦还好 还好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我旁边没有鬼 接下来他就问我 怎么样去除他的忧郁症 其实他人很好 只是他想太多了 工作压力很大 我就叫他修 自他交换 以及常常发心 为别人想 后来他参与商业金社的 这个供修课程 最后变为干部 现在他就发喜充满了 他以前都吃了很多很多药 花了很多钱 现在呢 伏法医治了他的烦恼 他也心中没有生病 所以以前的药罐子 通通就丢掉了 布施了 所以 人常常会生病 是因为有很多原因 其中最重要 你心中有太多的烦恼 这是最大的原因 接下来 你为什么有烦恼 有很多的原因 第一个要延迟 五戒十善 舍利一戒 第二个要尽量去修 一切善法 舍善法戒 第三 发心去帮助你 更多更多苦难的众生 叫饶意众生戒 所以智者有戒的话 顿号 他会通达 而且会有善巧方便 为世间的亲人 指示出一交 殊胜的成佛大道 我举一个例子 我记得以前 我在诗专念书的时候 我们读过一篇文章 那时候我写作文 我们的老师给我们看 题目叫做鞋子 是在我们台湾很有名的报纸 叫国语日报 他得奖的文章 第一名 他写什么 鞋子 他说 简单的说 有一个小朋友 他常常抱怨 爸爸妈妈对他非常的不好 不给他买新鞋子 又不买新衣服 又不买新的电动玩具 他每天都complain 就天天抱怨 爸爸妈妈不爱我 我恨爸爸妈妈 结果有一天呢 他的学校校外参学 然后呢 就到了孤儿宴 养老院跟残障院 尤其到残障院 他看到一个小朋友 没有鞋子 不但没有鞋子 他连脚都没有 他两只脚都断了 这时候他看完以后 他很感动 感动回来以后呢 一回到家里就放声尬哭 看到爸爸妈妈就哭了 哭了哭了 然后他爸妈妈说 你怎么了 你怎么了 他说爸爸妈妈 我跟你道歉 我都一直认为 你是坏爸爸坏妈妈 你都不爱我 我常常跟你抱怨 我没有鞋子穿 其实我很贪心 我身上有很多鞋子了 可是呢 我告诉你 我今天呢 非常的难过 他说你为什么难过呢 我呢 一直觉得我没有新鞋穿 可是我今天看到 竟然有跟我一样年龄的小朋友 两只脚都没有了 爸爸妈妈 我不要买鞋子了 然后他甚至说呢 这个鞋子呢 他算一算 三串以后 第四串的鞋子 就通通拿去布施了 这是我在大概是 二十五年前前 看到一篇的小文章 而且是呢 得到作文比赛 第一名的文章 这个故事给我们 启发是什么 我们常常都很不满足 我们时间话上说 比上不足 比下有余 你觉得你很苦 但是你比那些 更可怜的众生啊 你是很有福报的 在这里 我不是要让各位高兴 不过我也真诚地 赞叹各位 新加坡的莲友是很有福报的 你是过去是修来的 你过去可能是天人 你可能在人间也大富大贵 然后你也做过很多善行 纵使你现在工作很辛苦 或快要没工作了 可是你还是胜在一个 很安静 安定 很干净 又治安很好 又政府管理很好的国家 所以各位都是很有福报的 当你觉得你退了到新的时候 我倒觉得呢 你应该到其他落后的国家 去看一看 你才知道 有些人连脚都没有 有人连三餐都没有 那是真的 真的 真的 所以你看新加坡 一放假的时候 不是全部人都是呢 订飞机票 全世界飞吗 对不对 去度假 所以新加坡是很有福报的 你要珍惜你现在的福报 更发广大的愿心 去帮助更多的众生 这个叫饶意众生界 请看下面 秉三 忍入菠罗蜜 分三 已解释了施罗菠罗蜜 施罗菠罗蜜就是持戒菠罗蜜 今天要说禅提菠罗蜜 这是梵文翻过来 禅提就是中国话 叫做忍入菠罗蜜 答曰 此中禅提者 若生若心 受诸苦或是乐 他的志气坚忍 勘忍 请把勘忍这两个字画起来 我们这个世界叫做 南瞻部洲的勘忍世界 娑婆世界 娑婆翻成中国话 意义来说就是勘忍 就是好的东西你要忍 坏的东西也要忍 你的心不要太高慢 不高也不下 注意心要无染灼 这个才叫做禅提菠罗蜜 所以请看幻灯片 我有写 它有三个重点 旗帜 是堪忍一二不高不下 三心要无染灼 再看下面 若自在说 则摄持为三种 叫身住持 二心住持 三法住持 住就是安定的意思 持就是能够支撑 菠罗蜜 说我坐在这边 法座上 这个椅子就让我能住持 大龙呢 一定他要打地基 没有地基的话 他是会垮的 所以住持就是能够 安住不动的意思 身 心 跟法 都要住持 我觉得 刚才赞叹了新加坡的联友 但是现在也要勉励 新加坡的联友 我觉得新加坡联友 忍入波罗蜜 特别要加油 为什么呢 新加坡人太好命了 走到哪里 因为这个国家很热 几乎一年都是四季 我记得有些新加坡联友 到台湾来的时候 我们招待他 他第一个说 哎呀师傅 怎么这么热 这么烧啊 No air condition啊 你看 一点点热你就受不了 然后呢 会觉得呢 交通不方便 哎呀 So far away 太远了 新加坡从东边一直到西边 一个半小时就开光了 你们新加坡等于我们一个台北市 我们台北市 台湾省比你们还大 所以可见呢 新加坡很有福报 但是要真诚的 friendly reminder you 很友善的提醒你 新加坡人像温士东的花朵 经不太起考验 宠坏了 真的 我是讲真话给你听 在布提道上是这样 要你去印度的话 你说哎呀 Sorry Please kill me I don't want to go there 要叫你到印度或尼泊 你说饶了我吧 一听到要坐12个小时 跟14个小时 而且那个道路是很不好 很颠簸的 比如说 从德里到达伦萨拉 你知道吗 我坐过14个小时啊 就这样一直跳 一直跳 一直跳 然后呢 因为他晚上开车嘛 对不对 那司机三分钟就 叭一声 叭一声 你整个晚上都没睡觉 我想那你一定会疯了 你可能念佛的时候 最后佛也不见了 你只会想 奇怪怎么还不到 怎么还不到 怎么还不到 所以忍辱各位要加油 注意听 忍辱是指什么呢 对峙我们的称心 注意听 我要复习一下 布施是对峙我们的贪心 跟吝啬心 持戒波罗蜜 是对峙我们不要造恶业 接下来忍辱呢 是要对峙我们 称心 简单地讲 就是不如你的一样 你就不高兴 所以新加坡呢 我发觉心很急 而且动不动都很不容易 很容易发脾气 这我有观察到 那这跟社会关系有关系 因为大家都很竞争嘛 小一个国家 对不对 大家呢 拼老命哦 对不对 你要工作 你所有东西 但是我要建议你 因为心太急了 所以你应该呢 要改变一个方式 Please slow down for everything 什么东西都要慢一点 举个例子 一点到两点 接下来呢 你meeting就两点到三点 三点到四点 我好像就是这样 可是呢 我是在这里 可是你们新加坡人 一点到两点 下一个meeting 应该排两点半 为什么呢 你要上厕所 要喝水啊 要traffical jam啊 还有什么突然人家又打电话来啊 手机啊 对不对 emergency 很紧急的 为什么你要把你的心排得很急呢 你若不改这个的话 你没有办法忍 忍以后呢 你不能忍的话 听好 你的心就不能得定 下面一个呢 精进波罗蜜 你就没办法 禅定波罗蜜 你也不能用功 所以忍入波罗蜜 很重要 希望各位不要把自己的心 绷得那么紧 这个很重要 好 接下来看 定一 身住持忍 就是说 你遇到下面各种状况 要忍 忍 是要对峙你的称心 接下来 你能忍的人呢 你就能够 不会失去功德 做什么事情都有成就 中国有一句话 小不忍 则乱大魔 就说一点小事情 你都不能忍啊 你将来也是 做不了大事的 人家骂你一句 戳你一句 刺激你一句 哇 你就暴跳如雷 他讲 太好了 你郑重我的忍 所以忍 听好 是呢 心能够呢 不起 诚心 这个很重要 不要动不动 不如你的意 你就非常的不高兴 要么破口大骂 要么就发脾气 要么摔东西 这个是不好的 为什么呢 简单的说 称心重的人 来生会变大蟒蛇 这是真的 佛经里面讲的 你总不希望 当一个肥肥胖胖 又漂亮的 colorful的大蟒蛇吧 所以要控制你的称心 要修忍入波罗蜜 请看五十三 他说 面对怨亲集中人 悲念常平等 称阴尚无有 何得称众生 你要想 我对我最讨厌的人 冤亲在主 我为什么会不高兴呢 以及对很多人当中 我都动不动会发脾气呢 是因为你的 我质很重 你的称心太强 你要修忍入波罗蜜 他说 反过来 你要用悲心 常常念 一切众生都平等的 还有 若你家里有用人的话 你也要对用人 要平等心 不可以动不动就发脾气 虐待别人 或欺负别人 这是不可以的 我也知道 新加坡像台湾一样 引用了很多外籍劳工 印度尼西亚 马来西亚 菲律宾 人家是千里迢迢 是来工作 服务你的 你不可以伤害别人 欺负别人 或动不动就发脾气 这个是不可以的 为什么呢 你想想看 称心啊 当你升起的时候 你想一想 称心在哪里 当你发脾气的时候 你问 谁在发火啊 想一想 没人在发火 你想我干嘛 今天会这么不高兴呢 还有你要想一想 称心啊 发脾气不是 唯一解决的方法吗 假如很多事情是 发了脾气就肯解决的话 我会鼓励 各位都发脾气 可是问题是 答案刚好相反 称心像一把刀 你伤害了别人 也伤害了自己 所以你要想 我不一定发脾气有用 而且呢 进一步说 称心有时候是 浪费你的能量 你反而会把好事 也弄得更糟糕 所以有时候 家人处得不好 为什么 动不动呢 就恶口 或是吵架 主管跟员工 会处不好 为什么 动不动就猜忌 说是非 扯人家的后腿 泼人家的冷水 这些都是你不能修 忍入波罗蜜 注意听好 前面讲 不失持戒忍入 持戒的功德当然很大 听好 佛经说 若有一个人能修 忍入波罗蜜 他的功德比你持戒 功德还大 这是佛说的 话说什么 忍之为德 持戒苦行都不能及 能行忍者 名为有利到人 他说假如一个人 持戒很庄严 当然很有功德 可是另外一个众生 佛弟子 若他修忍入波罗蜜 人家打他 骂他 他都不起身心 那个人的功德 比持戒功德更大 这是佛说的 所以忍 是要学习的 要训练的 为什么呢 忍之为德 是持戒苦行所不能及 你能行忍者 你的心中是很有意志力的 这样 名为有利到人 但是这里要注意听 要抉择 忍入并不是变成固执 很多人听了忍入 好吧 那管他 我什么都忍 一批天下无难事 老板讲我 你要改进改进 忍入波罗蜜 太太说 先生明天早一点起床 管他的 忍入波罗蜜 小朋友对爸爸说 爸爸你太脏了 几天都没洗澡 忍入波罗蜜 不对 不是这个意思 忍入的意思是说 当你很如理如法 众生错而责备你的时候 你应该不要吞心 这是这个意思 但是宣决条件 假如人家给你建议的话 不可以拿忍入做借口 我觉得北传佛教 教弟子常常听经没有听得很完整 都用错地方 对不对 假如我们做错了 人家给我们建议 我们要很欢喜 很谦卑地接受人家建议 你不能那时候说 忍入波罗蜜 错 用错地方了 忍入如果变成固执的话 你的我直是越来越强的 我贱很重 不对 忍入应该达到的效果是什么 你的心越来越清净 你的脾气越来越好 心越来越调柔 相貌越来越宁静 这才叫忍入波罗蜜 知道吗 我讲得很清楚 不要忍入做借口 讲一个故事给大家听 释迦莫尼佛过去是当忍入仙人 有一天呢 他在花园里面禅修 那有一天有个国王 带了很多公妃残女 出去外面郊游 那在郊游的时候 国王就睡午觉啊 那他吃完饭啊 就在聊天 然后他就休息 突然这些公妃残女就在玩耍 玩着玩玩玩就跑到一个湖旁边 湖旁边看到花很漂亮 然后他就看到 哎呀 有个仙人在修行 很庄严很庄严 他因为被他禅定啊 的这个功德啊 他觉得很奢受 大家就很欢喜 他自然就采了花 然后呢 来供养这位仙人说 哎呀 仙人你修行很好 可不可以为我说法 这时候呢 这个释迦莫尼佛前身呢 他在禅定当中 因为看到众生来了嘛 他有菩萨界 所以他就为他说法 一说完了 大家都欢喜 就哈哈哈哈笑 笑得很开心 这个笑声的惊喜 惊动了国王 国王一看 哎 怎么全部人都不见了 我的这些公妃才女 在哪里呢 我的老婆也不见 我的这个宫女也不见 一看 哎呀 那个仙人啊 竟然真的不要脸 诱惑了我的老婆 跟所有的宫女 他就非常生气 起了称心 他就拿个剑过去 他说 这小子 他说 你误会了 他说不 你还骗我 对不对 我趁我不睡觉的时候呢 你把我的老婆啊 跟宫女呢 通通的都诱惑了 我要拿刀子来杀你 那时候国王 因为国王是很有权势的 然后呢 妃子跟那个 公妃才女在旁边 跟他解释 他也都不听 这时候国王呢 就是这个 称恨之心 由山藏之火 最后他就割他的肉 一个一个的割下来 叫卫兵啊 把他抓了起来 割他 割他的时候 他就问了一句话 他说 你恨我吗 他说我没有恨你 他说真的吗 他说我不相信 他说 我根本没有诱惑 你的太太 跟你的宫女 只是你误会了 我在湖旁边打坐 打坐完以后 他们拿花来供养我 希望我为他说法 所以当我 出定为他说法的时候呢 我们欢喜的声音啊 把你惊醒了 可是你却没有问 各种理由 就误会了 所以你的称心啊 伤害了你自己 这时候国王听了更不高兴 他说你还狡辩 那我绝对要剁你的肉 就一块块把它剁下来 这时候啊 他就问他 你恨不恨我 他说我不恨你 他说我不相信 这时候呢 忍辱先人 就对着虚空合掌说 一切诸佛菩萨 天龙八部作证 我的确没有生起称心 若我真的有生起称心的话 我就叫打妄语 我愿我没有生称心 而且我发愿将来我成佛的时候 第一个来度他 这时候三格大地六遍震动 那被仙人啊 被割的肉呢 通通掉在地上了 就恢复结合在身上了 这个就是有名的 释迦摩尼佛 而且他发愿 将来成佛的时候要度他 这个就是戈利王 而当佛陀初转法轮 吴比丘的时候 叫交成如尊者 第一个度的就是这个国王 这个就是伟大的 释迦摩尼佛修 忍住波罗密成功的功德力 好 这个故事给我们几个启发 第一个 当人家伤害我们的时候 第一个 心要保持平静 不要他称心 他骂 你也跟着骂 两个人就一起骂 那渊渊相报何时了 第二个 你应该擅长的去解释理由 对方或许会听 对方或许也不听 第三 你要转换时空 躲避恶元 因为我们还没有修到 像释迦摩尼佛 有菩萨的功德 可以去感动别人 假如你现在看到一个 主管突然气冲冲的来骂你 你可以说 I'm sorry 对不起主管 我肚子痛 我要去厕所一下 当然这是打妄语 没有错 这个叫方便妄语 为什么呢 你知道他在 称心的时空下 谈什么东西都是误会的 你可以故意的把时空转换一下 这样子呢 让他的脾气啊 能够呢 稍微稳定一下 知道吗 这是很重要的 要有智慧去处理 你甚至可以说 对不起我现在忙 我们可不可以下午 两个小时或一个小时以后再跟你谈 那一个小时或两个小时以后 他一定要气都消了 对不对 他假如一个两个小时 他还没有气消到 我跟你讲 很不幸他可能会心脏病爆发 就会送到医院去了 当然我们不希望那样 可是当一个众生 再怎么气这么气呢 他也是会有气消的时候 这是忍入波罗蜜 所以忍 注意听 并不是带我 人家骂我 我就忍 有些人有忍 忍 忍 最后不用钱 火山爆发 Machano 这个不是忍的意思 忍了以后 还要把它消化 这个叫观空性 待会下面两个忍会说 所以忍了以后 你还要有智慧去处理 这是很重要的 所以释迦摩尼佛 因地里面做呢 忍入仙人 他修五百事 这是值得我们学的 你想想看我们忍过几次呢 一世这个生命当中 我们不管遇到好人坏人 或合理跟不合理 我们有没有耐心去受忍入呢 这是很重要的 接下来五十四 不但忍 反过来还要有慈悲心 去体谅别人 这是忍入的第二个目的 第一个要有平等心 五十三宋要平等心 要有悲心 五十四宋告诉你 还要有慈悲心 去体谅他 善休息 常词 众生同体 同集体 平等无有二 云和怒众生呢 现在反过来讲 你为什么动不动呢 做先生有时候啊 做工回来很辛苦 动不动就骂老婆啊 老婆呢也是这样 回来呢 动不动就是挑剔先生啊 对不对 比如说先生呢下班回来都是脾气 有些脾气会很不好 为什么 一天呢很倒霉 被老板骂 被同事骂 回来家里呢 太太一样说 老公我饭煮好了 他吃 今天好咸哦 跟昨天一样 他就会一直挑剔 这时候你反而应该告诉你 太太说 让我静一静 我今天碰到很多不如意的事情 你让我静一静 不要跟我讲话 让我到房间去休息 你讲出来的话 那太太就说 好咯 你要咖啡 or tea 我泡一杯给你 你好好 酷 down by yourself 夫妻之间要讲 好话坏话要说真话 同样的太太也是 很辛苦 现在的社会 男众女众都要做工 有些太太呢 当脾气一来的时候 也是得理不饶人 那个嘴啊 像剑一样 对不对 我要做工 我要照顾小孩 还要照顾你 还要照顾你老妈 照顾你 哇 通通都骂出来了 你看他的身心也是很难调伏的 知道吗 所以作为先生要更慈悲一点 夫妻之间要相互体谅 就像一同体的样 看我这里 我现在这只手 假如我左手不小心被刀子割伤了 我右手拿这个药去帮他擦一擦 请问我右手会不会跟左手说 嘿 付我一百块新币 不会吧 为什么 两个手来自同一个身体 一家人也是这样 这一段要教你 常常要想我们都是一体的 在世间上叫生命共同体 我们住在一个地球 这个地球是我们同一个家 所以夫妻之间要相互体谅 要忍让 所以我可以告诉你 夫妻之间有善缘也有恶缘 修得好 两个人都会成佛 因为一起同发 菩萨菩提 可是夫妻之间也有过去的恶缘 所以两个之间要堕落也很快 所以你要常常想 夫妻之间常常要悲心 慈心 看成你我是一体的 平等没有差别 你想到这里的时候 你会觉得 哎呀 我的先生也很辛苦 就不要再念他了 多体谅他 那先生想到太太 对呀 他也很辛苦 为了这个家一同都在奉献 这时候你就不会发脾气 同样的在公司行号里面 主管跟员工相互体谅 都是为一个公司共同奋斗 那也没有说谁责备谁 了解吗 这个很重要 你要了解这个道理 你才能够调伏你的称心 修忍入波罗蜜 不然你的心一直压 一直压 好 比如说从一个月尾呢 初一开始压 一直压 压到十五 火山爆发一次 然后到三十呢 就在大爆发 那在大爆发的时候 你可能毁掉一切啊 对不对 这是不值得的 看五十五颂 心肠舍离称 多生于爱喜 见者既无爱 云和于世为 他说心中能够常常舍离称心的人 他会看到一切的东西都是正面的 英文讲 Be positive 多生于喜爱 就看到一些东西他都会很欢喜 对不对 比方说举个例子 现在供佛 有些人供花 有人就喜欢玫瑰花 嗯 这花很丑 有人觉得什么花都庄严啊 对不对 你看他的想法就不一样 假如你很执着一个想法 执着一个鉴定 一定要用玫瑰花 那你就会觉得 除了玫瑰花以外 你就会不高兴 其实供花什么花都可以 还有一个脸友曾经问过 师父 玫瑰花可不供佛 为什么不可以呢 玫瑰花不是只有送情人啊 玫瑰花也可以供佛 对不对 是我们人为玫瑰花加上一个标签说 情人才送玫瑰花 那你不会转向 你就把佛当你的情人吧 对不对 所以你应该多生于欢喜心 多看正面 他说健在的人 身心健康的人 走到哪里他都没有障碍的 云和与世为 与世为就是动不动呢 就是什么 愤世忌俗 有些人他对这个社会 这个国家走到哪里呢 他都起很多的称心 人家对他怎么好 他都会一直抱怨 听好在佛经里有写 在中国的儒家道德的伦理也说 若有人嘴巴常常一直抱怨 抱怨抱怨 你的功德就爆掉了 知道吗 我们常常说要修福修会 我们在佛门里面呢 我们好不容易修了一些功德 但是我们要谨慎自己的口业 还有我们要调伏内心 不要起称心 接下来再看五十六 愚珠众生所 长求做利诱 云和无称惠 得家众生恶 请瓜胡写众生恩 这个祭宋是讲众生恩 我们佛经讲 上报四重恩 下记三图谷 四重恩 哪四重恩 第一个 国家恩 父母恩 师长恩 跟众生恩 我们虽然是个佛教徒 你能够在这个安定的国家 学习佛法 第一个要感谢你的政府 国家 像我也很感谢我们的台湾 虽然我们台湾也蛮混乱的 老实说 有好也有坏 可是台湾若没有这么多的佛教徒 精进学习佛法 没有这么多的宗教人士 multi religion 多元宗教 多元文化 我想 台湾大概早就完了吧 同样的 一个佛弟子 你在一个安定的国家 能够学习正法 做很多的善事利益众生 你第一个要感谢国家恩 第二个 父母恩 你生你的父母 第三个 世间的老师 跟佛门的老师 师长恩 第四个 众生恩 举一个例子 新加坡天气很热的时候 那时想要喝果汁 你们最喜欢喝什么 榴莲 吃榴莲 还有呢 山竹 还有什么 椰子水 你要知道 你喝椰子水 虽然你付钱 那多少人呢 是从马来西亚 泰国 他很辛苦到森林里面去砍 然后呢 海运运到这边 你付钱你就买了 我告诉你 若没有人去做这个工作 你拿钱呢 都买不到椰子水的 你要去思维 我今天活在这里 不是单一条件 是要靠很多很多人的姻缘 我才能够活得快乐 活得欢喜 所以你想到 所有的众生都对我有恩 我既然是个佛教徒 我发愿要众生无边试验度 我怎么可以看到众生 还伤害他呢 欺负他呢 侮辱他呢 或打他 或骂他呢 我在印度 看到呢 有钱的人啊 有时候对奴隶是很残忍的 你知道吗 因为他觉得 反正就是奴隶嘛 他不高兴呢 就打 就是骂 这是不好的 假如你称心 常常不能调伏 你打用人或骂用人 听好 来生 你也会变用人 而且走到哪里 不管做对 跟做不对 都被人家伤害 都被人家打 因为你过去伤害过别人 举一个例子 我突然想到一个故事 在法华经我讲过 不过我那边讲一半 在玄庄大师去西天取经的时候 他的老师叫戒贤论师 当时是印度纳烂陀寺的助持 他经论非常的好 修持也非常的好 可是啊 有一年他突然生病 病得非常非常严重 他怎么念佛菩萨本尊啊 吃了很多药 也残修 都没有办法 痛到他真的很想自杀了 这时候他一直求他的本尊 他的本尊是 文殊菩萨跟观世音菩萨 他实在痛得受不了 他就跪着流眼泪 一直在念 文殊跟菩萨的咒 这时候文殊菩萨呢 就现前了 观世音菩萨也现前 文殊跟观音 他就跟他说 戒贤戒贤啊 这是你的业 他说这辈子你虽然修得很好 你是一个住持 你也博通经论 但是无量节来 你有一世曾经当过国王 你当国王的时候 称心非常重 动不动看到不顺眼的人呢 就推出去斩了 斩了就是 这样子 所以你杀过很多很多人 你却忘记了 他说你现在痛苦啊 这是你的业 我会来加持你 但是你不可以自杀 为什么呢 中国有东土有一个大乘的弟子 叫玄庄大师 将来他会来做你的弟子 他会把你的教法传到中国 里无量无边的众生 后来呢 戒贤论师他一听到以后 哎呀 糟糕 我死不了了 他但是在看佛菩萨忏悔 那时候文殊跟普贤 就放光加持他 他的病就好了 当他等到玄庄大师来的时候 看到他第一眼 他非常高兴 他跟他说 我等你等很久了 讲这个故事可以告诉你 你看一个修行的出家人 不论在家出家 无量节都有你的业 我们现在虽然忘记 可是你过去啊 好的你也忘记 坏的你也忘记 所以好的也不要太骄傲 不好的也不要太难过 好的是你修来的 不好的也是你糊里糊涂的时候 造成的要忏悔 所以佛教是反对自杀的 因为自杀不能解决自己的业力 自杀会更苦 所以你要常常想 我跟一切众生 众生都对我有恩 我怎么可以动不动呢 就伤害别人 甚至不可以占众生的便宜 或是心机很重 明争暗斗 勾心斗角 这个都不可以 因为你要调伏你心中的称心 所以这叫丁一身住持忍 忍入波罗蜜 好这是祭颂 接下来看他解释 三十八页第二行 这很简单 我讲快一点 于中身住持忍者 表示身遭到苦的时候 若外面有心跟无心 注意就是人家是有意或是不意的 不欢喜的伤害的你 或接触了你 身体所产生的痛苦 苦堪忍不忌 这个叫做身住持忍 这是指外面所产生的 比如说 夏天很热啊 你也要忍啊 对不对 然后呢 下大雨啊 你也要忍啊 这个是外面而来的 那家面他要解释四类 第一类 表示饮食因缘而产生的 称恨恐怖或愚痴 比如说在新加坡是比达不太可能 不太会碰到狮子老虎的 因为你们有动物园 管理得很好 在其他的国家 你会问到盲 文盲就是虫子 蚂蚁 蛇或老虎 或狮子或熊等等 二族四族多族 诸有心物 我为什么把诸有心物画起来 是指有意识的 有意识的来伤害你 那这时候呢 无量的因缘 逼于脑身 你要忍 第二 有意识的来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